資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盈哥幕 又見到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6日 繼續看著拜登和特朗普的點票期間 錄到現在 果然是沒有猜錯了 這個賓州拜登就犯超前了 我經常覺得這些大型的選舉案件 有做馬就必然的 做到這麼明顯都應該是挺特別 真的很坦白說 你真的沒有可能70萬票領先 都可以透過郵寄票版超前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事情 當你去到球證、球場、傳媒各方面的事情 你都是站在某一邊的時候來 大勢而去 這個就好像我們以前中國 看歷史人物 經常都有奪權奪稅 或者有些大家族生產 即是說我要搶你的兵權 斬了你的手手腳腳 然後就去搶這個位置 現在都很遲 其實我已經看到是擺明 就是說 我不管外面的人怎麼說 怎麼看的 總之我一定要用盡所有的方法 我一定要拿到這個權威回來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我們看看未來的發展 這個就之前說過很多集 賀錦麗、彭老師都說過 大家可以重溫 這次我們說一些香港人 有些確實一點的東西 好了 眼前這個是陳振聰的八字 陳振聰可能比較年輕的觀眾 未必太過留意的人物 但我們做這一行就會很留意 陳振聰就是華貿小甜甜身邊的一個大紅人 就說是風水師的情況 最後又跟小甜甜有些關係 就說小甜甜臨死的時候寫了遺囑給他 最後就跟華貿爭產風波 最後就輸了官司 然後2008年入了罪就坐牢 一直就坐刀 現在就坐了12年了 在中途裡面來講 他突然間推翻了自己 說自己不是學風水 就說自己是不懂的 突然天天變成不懂的 然後又說信了天主的情況 好了 無論如何 他是一個傳奇人物 我們稱為傳奇人物 就是說可以由一個平凡人 無端端飛上枝頭 借助一個富豪 女富豪的身上 而獲得超過20億以上的財富 而他靠的是所謂的風水命令 當然他認識不認識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曾經知道 他在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 他有開班教過風水八字 他有開班教過 不知道教些什麼 真的不懂了 有什麼天途佈局那本書 我曾經立過一眼的 就好像武術一樣 裡面所說的 好了 接著 去到現在 明年就是出獄的時間 明年出獄了 究竟陳振聰明年出獄之後 他可不可以 因為爛線都有三斤釘 究竟他出獄後 他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起風雲呢 我們在八字裡面去分析一下 這個八字是非常地 學八字人值得去研究的 他是幾何年出生 丙子月更神日丙子事的 這個八字的來源都屬於叫做幾何靠 是因為有一些 以前的派的人曾經和陳振聰 是有些的關係去知道的 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八字是根根日元 根根日元地之毛根 地之全盤一片水焗 害子水 子神水 一片水焗 而天干 丙火是毛根氣的 丙火是太陽之火 真是冬天是武器 原焗沒有木去生火 所以這個丙火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途 但是它又有個火在那裡 原焗又有在那裡 所以在這個霸鐵裡面來講 就是一個奇妙 如果你能夠行運的時候 能夠去盡這個七殺 我們叫相關相盡最為期的結構 相關相盡最為期 但是如果你令到這個七殺 通根的時候來講 就反而會有制殺太過 相關見官 不入法院入醫院這個現象 OK 好了 陳振聰出手是平民家庭 他什麼時候開始賺到錢呢 其實陳振聰在1985到1994 這十年裡面 貴有這個十年大運 根根通根 水旺 這個運呢 現在開始慢慢進步了 因為水力壓制了這個沒有用的炳火 壓制了這個沒有用的炳火 OK 好了 但是他最賺到錢的時候 不是貴有運 是任新運這十年 任新運這十年 新子晨匯齊水局 任水破炳火 在任新運的時候 這個格局大大提升 我們叫相關相盡最為期 新子晨水局 衝破了所有炳火 那個格局突然之間 由一個不倫不類 制殺太過又不是 用孕又不是 那個結構突然之間 變成一個相關相盡的期間 在這個運裡面來講 新家就 這樣就二十億了 OK 畫一手可能不止也不知道 OK 那十幾二十億新家了 好了 這樣呢 奇妙在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這個霸節日元無根 霸節地之水旺 所以呢 是有順其氣勢的現象 就是要從一個字 順從一個字的現象 好了 大家都知道 陳振聰他不是靠自己去發達的 他是靠小甜甜發達的 是不是依從一個女人的現象 是不是 他要依從這個現象 那又符合回從格的結構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一個八字是不是從格 你看他的人生的經歷就會知道的 他有沒有依附別人成功的現象 如果沒有的 他就不一定是從格來的 OK 那你要留心一件事 好了 那為什麼最後陳振聰這麼傻呢 他是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是不是 催得的人 因為吃雙重 所以很催得的 是不是 好了 走到這個 2005到2014這十年大運 這個新未運 危機開始出現 因為這個味字 是燥土 這個丙火開始有根氣 而土會黑水 水在這個八字裡面 代表食傷 食傷代表自由的意思 觀察生禍的印星 黑他的食傷 就是說因為七殺的原因 而引起到 他的食傷自由受制了 而薪金就是他的劫財 是嗎 OK 丙身 合 但是化不了水 因為丙火通根 在一個味字的燥土裡面 OK 這個有七殺 黑身金的現象 就是說 會和人有七殺方面的爭奪 爭拗的現象 那丙火七殺 如果遺忌的時候 就是代表官非或者血傷 看看他當時在做什麼行為 空間和你的行為結合 才會有真實的事情 那他走到一個新離運的時候 因為那個根根 有了這個味土 土生金的根氣了 他以為自己可以 可以能夠 自立天下了 因為小鐵鐵死了 那他以為自己可以自立天下了 所以當時華茂那邊的人 我印象中十二年前的事 好像是給他幾億 叫他不要爭 但是他堅持 小鐵鐵犯為主 是寫他的名字 其實可能真的也不奇怪 你不是要知道的 但是總之 你沒有運行的時候 就算是真 你也要輸 OK 好了 因為你行的身未暈 肚黑水 食箱受制 代表有口辣言 代表被人冤 所以在運入面 可能小鐵鐵真的寫了我的名字 也不奇怪 但是不要理 人家是要欠這份家產回來 給你一億趕就 你肯不肯接受 其實一般人來說 你給我幾億 我就神祝走了 但因為他本身已經很有錢 他覺得幾億 是滿足不了他的慾望 是不是 他滿足不了他的野心 這個身未運的時候 土生金 代表我 想自立為王 這樣的意思 這樣就糟糕了 因為他的八字是寄土的 寄火土 他的八字寄火土 那麼 做錯決定 我也記得那時候 他打官司的時候 他又找了一些 我忘記找了哪個 一些風水師 跟他配套什麼顏色 好像就是說 他的八字 起火的 所以他打紅色太上庭 我印象都好像是這樣的 其實是錯了 因為這個八字 是一個順其氣勢結構 你看他走運 都知道 他走金水運發 怎麼會起火 你想想是不是 走金水運發 怎麼可能起火 那你打紅色太 就糟糕了 你明白嗎 不是這樣 不是說 不是說你冬天出生 就要火調後 就一定起火 這個理論是錯的 可以有順其氣勢的結構 不是你冬天就要火 所以他 我相信陳振聰自己 不太懂得命理 風水懂不懂 我不知道 命理一定不懂 如果不就不會自己搞自己 這麼狠 好了 好了 2008年呢 是墓子年 2008年 墓子年 就是寄神出竿的時間 人性 無土 寄神出竿 一刻 水 2009年 幾丑年 一處土 是不是 沒有運行 那些人性 濟了水 失自由 不是坐牢的現象 觀察生孕 黑食相 就是坐牢的現象 當然不一定坐牢的 可以是 因為你傷殘入醫院 混在醫院裡面 都是一樣的 OK 只不過是 因為你做了一些 和法律有關的事情 他的現象就是坐牢 如果你當時走去打野戰 或者你走去打窩遊戲 你可能是應缺傷的 OK 這個就要留心了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現在 金五大運 現在金五大運 走到金五大運 那 明年新丑年 聽聞就出獄了 好了 2020年就是這個五運 入到這個五運的五年 有沒有運行 似乎都沒有什麼 因為你走到這個更五年的時候 這個水就會沖過五火 這個是官星來的 這個是雙官來的 我們叫雙官黑官 為禍百合官 又說這一句了 是不是 不入法院入醫院 那就是說他走到這個五火的時候 這個雙官黑官 可能還有手尾根 有機會會有爭執官司的現象 仍然有這個現象 嚴重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方面來說 當你五火受傷的時候 五是丁 丁是代表心腦血管疾病 那就不排除有機會 心臟病或者有中風的現象 OK 所以其實陳振聰 就算出獄之後 走到這個五運 要不就可能有官非 要不就可能有傷病 這樣的現象 看看當時認到哪一個現象 但是幸好流年救了幾年 因為2022年就是任人年 2023年就是貴卯年 2024年就是甲神年 這三個就是木地年來的 水木火循環相生 即是說呢 可能這幾年裏面 都會有一些官司的手尾根都不出奇 或者健康方面的不利 但是這三年裏面來說 因為有通關的現象 水木火通關的現象 都應該可以勉勉強強反覆地 是可以平順地過了的 但是最危險是什麼呢 是2025年 月至年 2025年月至年 剛剛當時就入了2025的紀治大運 當時是這個紀治大運 這個治治呢 就會認了在2025年月至年 天黑被衝進的連傳 治害衝 對不對 這個位置主頭部 治害衝是水火膠戰火受傷 火頭部很大機會有可能中風的現象 即是可能中風的可能性 然後呢 跟著到2026年 頂五年 是否再一次的水火膠戰 即是一直的健康都出現問題 而這個紀治運 正正是它整個局水火膠戰衝得最厲害的時間點 所以因此 在這個運氣裡面 有沒有官非就不一定 但是健康就一定有關口 健康方面 在這個運氣裡面 一定有一個比較重的關口 一直走下去 對啦 那應得最重 當然是這個 辛亥年 辛亥年 應該最重 就是剛剛好 治害衝的時間 但是這些流年已經是 有機會可能中風啊 心臟病啊 即是這些有一個危機在水火膠戰 因為那個八月裡面 其實它唯一的好運 最好最好的時間 就是這十年 十年好境 是這十年最好的 跟著一直走火運呢 自五味走火運 水火膠戰 就會衝擊不斷 那絕對不是一個 對健康有利的大運來的 那所以 陳振聰就算再出回來 可能他都還有 我相信他怎樣 都還有十億 賣了身家的 相信怎樣到 收收難賣 但是你說有沒有辦法 可以再起洪峰呢 看怕都很困難 還有 有機會 可能會再中一次的關銷 或者可能是一些 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 嗯 師傅陳振聰和小廉點 那些過往的事 很多人都當田虎那樣聽 發生了很多事 其實在他的名格 看不看到這件事 和年長女士有些特別關係 有的 在八字裡面來說 因為他的夫妻公是助孕性 助孕性 助孕性 孕性 孕性來講 就是代表帶自己的避淫 我的夫妻公是裁判 另一半對我會有避淫 這樣的意境 所以來講 一個八字裡面 殺人有力的人 看到很多殺人的人來講 很多時候 他會跟年長給自己的人 相對上比較有緣分 當然年長多少就不知道 因為一般上我們所說的正常恩怨 就是男方大過女方四五年 就為之最匹配的 OK 男方大過女方十年二十年 就已經是有一種偏離的現象 就是你小龍女和楊過那些 就叫做不是正常恩怨 是不是 小甜甜也大過陳振聰 這些也是屬於不是正常的恩怨 嗯 那師傅我又在這個維基百科 都是維基百科的資料也 那裏就有寫 陳生有個私生女 那其實有沒有說 在命格可以看到 這個人可能在外面 原來有個子女 我們不知道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私生女也好 這些只不過是人為的劃分 站在一個男人來講 這個就是他的女 嗯 是吧 即是你古代三妻四妻的 哪有私不私生的 嗯 所以不可以這樣說 OK 除非你說那個 那個兒女裡面 她知道有 但是長期來說 是不會接觸的 嗯 是的 這個呢 就有機會在那個八字裡面 是可以見得到 但是如果你說 雖然是外面有個女 但是都經常接觸的 在她的生活裡面 其實就沒有私不私生的現象 嗯 OK 好 希望陳先生身體健康 有官司都看不到些什麼 身體健康為緊 是的 即是不要再爭了 如果有機會 即是再爭來爭 他都沒有意思 因為沒有運 走在那個八字裡面 那些八字記火吐雲 但是最好是金水雲 一定要濟灑 七殺色日行得到最好的雲 嗯 OK 那好了 下一集我們再見 李應聰師傅 好 再見 拜拜